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本期节目由日本乐敦欧巴吉C25赞助播出 每次来日本逛药装店 是不是觉得有一些东西一定要买呢? 日本乐敦欧巴吉C25精华液 绝对是值得大家入手的选择 它还有高效的活性维他命C 针对毛孔暗沉、干燥以及皮肤松弛 都有显著的效果 欧巴吉运用了乐敦的独家VC技术 确保精华液中的维他命C高浓度、高渗透 而且超级稳定 在日本这款产品不仅在时尚杂志上屡获殊荣 也是许多日本美容专家热烈推荐的产品 更多资讯请点击资讯栏连结 如果你有机会到日本 要记得来体验这瓶精华液的魅力哦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d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link5年的10月13号星期五 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这算是乐敦欧巴吉所赞助的口播 你知道我录这个口播录了真的是蛮有趣的 因为跟他在讨论这个产品的内容嘛 然后我就自己去买来用 你知道我朋友上个礼拜听到了我的节目之后就说 哇你居然是跟欧巴吉合作这个口播 我说对对对怎么了吗 然后他就跟我想说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哇我在想说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人在使用 欧巴吉我居然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很少很少用保养品 真的蛮少的都有点是一阵子一阵子用 看到了大家说好我就拿来用一下 那这次用了之后呢 不知道因为很久没用还是怎样 那个用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就是用上去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微微刺刺的 然后第二天呢就感觉好像这皮肤真的有变好的感觉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错觉 所以我就跟朋友在那边聊说 哎这个是真的吗 该不会是错觉吧 他就跟我说拜托 如果连乐敦的欧巴吉你都完全没有感觉的话 那你要用什么保养品 好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夸张 那的确呢是一个还蛮好的产品 Anyway这应该在台湾买不到 我印象中 总之大家如果来日本玩的话 可以去药妆店找来看看 哇我记得它真的是蛮多规格的啦 我们这一次口播的这个C25 应该是它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一个规格 总之非常谢谢乐敦 我们这两集赞助的口播 我们接下来应该之后还会有机会 再继续介绍日本乐敦的其他的产品 好的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富士山 原因是因为富士山其实白头之后呢 大概你就会感觉到说 接下来就是富士山的季节了 尤其通常在日本大概从11月 也不算11月啦 应该说9月底10月初 然后接下来大概11月12月1月 冬天的时候呢算是富士山 真的算是最容易看到的时候 尤其接下来红叶的季节啊 应该很多人到了富士山的附近 都会去看一下红叶跟富士山吧 所以这期节目啊 我不知道今天聊不聊得完耶 如果没聊完搞不好下礼拜可以继续 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你如果去河口湖那附近的话呢 我觉得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富士山的地方 尤其搭配着现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红叶季节的话 还有地方可以看红叶 你还有机会可以拍摄到呢 你本人跟红叶 还有富士山一起合影的画面 我猜应该今天聊河口湖 然后下礼拜聊一下河口湖之外的地方吧 那今天一样我就来挑五个吧 如果说你到河口湖附近看富士山的话 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已经在河口湖那边看过富士山了吧 那边应该算是我觉得看富士山最好的地方 但是除了河口湖附近之外呢 也是蛮多的啦 当然你也是可以去到像是西湖啊 金镜湖啊 或是说到本溪湖去 甚至乡根山中湖 你都可以看到富士山 别说那些近的地方啦 你到连昌就能看到富士山 甚至呢 东京若天气真的好到不行的时候 你远远望过去你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富士山哦 好一样的我今天来分享五个 然后或许下周五我再来分享五个 分享不完啦 我本来想要一次分享十个 但我就觉得最后就变得很赶很赶很赶 就是赶快丢一个出来丢一个出来就结束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先来分享五个哦 我最主要以河口湖附近为主 那另外两个呢会在富士集田那附近哦 好首先呢 如果你要去河口湖富士山 又想要看到枫叶的话 最适合的地方啊应该就是红叶回廊 一直到音乐宗馆那附近的那一整片地方哦 那那边呢算是在河口湖周边里面呢 特别多店家也比较热闹 而且呢你在附近可以用走路的方式 走到很多地方去的一个景点吧 所以应该蛮多人第一次去河口湖 就会在那边逗留一个下午之类的哦 那当然啦 那个音乐宗馆我非常的喜欢哦 那算是付费的景点里面呢 蛮少数我会觉得说 好像可以付费进去一下的地方 这个音乐宗哦 就是小小的你把它转转转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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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会开始播音乐的那个宗哦 那当然呢 里面的音乐宗不是这种小的音乐宗 小的音乐宗你要去小尊啦 那大的音乐宗就在这边 这个店家啊 他其实收集了很多 从海外进来的音乐宗哦 就非常大型的哦 你可以在那边看哦 那我自己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呢 音乐宗馆那边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富士山 而且在那边看到富士山的感觉 我觉得相当的棒 尤其那个庭园里面 其实有点脱离日本的感觉 所以在里面好像有一点点在 富士山脚下和口湖畔 但是又有点小欧洲 哦这个感受蛮好的哦 不过呢 如果说你时间不够的话 特地付费进去 然后半个小时马上就匆匆离开 好像也有点可惜 所以我也很难说非得进去不可啦 但是就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棒的一个地方 沿着音乐宗馆呢 你就一直沿着河岸去走 然后你可以一路的走到 红叶回廊的那一头 当然你可以沿着马路走啦 不见得要沿着河口湖走 但当然我会沿着河口湖走 既然都来了嘛 那沿着河口湖走呢 然后你还会看到小小的鸟居 这边的富士山啊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看过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然后附近呢 也有种植一些枫叶哦 那当然最有名的 就是到红叶回廊的那一头 今年呢 这个河口湖的红叶祭 是10月28号到11月23号 这个应该算是官方认为 看红叶最好的时间啦 那当然呢 你如果要在10月28号之前去 其实也是可以看富士山哦 11月23号之后去 你也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只是说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它红叶祭会有很热闹 那边会有很多摊位在那边摆摊啊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 你除了看红叶回廊很漂亮的一整片红叶之外 你还可以在我旁边看富士山 然后呢你可以走在路上哦 然后你就买一些那种摊饭的东西啊 就吃一吃啦 它会是一个蛮有趣的行程哦 因为有的吃 有的看 有的拍照 有的玩 小朋友也开心 大朋友也开心 然后人也蛮多的 人蛮多的 我不知道是好事还坏事 尽量平日去啦 虽然平日的时候 应该也是蛮多观光客的哦 那周末的话就日本人会更多嘛 所以相对比较起来 还是尽可能的平日去 基本上这应该算是 你要在河口湖畔看富士山 非常定番的景点 然后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区哦 就是在大石公园那一区 大大的石头 大石公园看富士山 应该也算是非常定番了啦 因为大石公园那边呢 其实在一年四季 会种不同的花会 所以你很有机会 可以在大石公园 比方说你夏天秋天 依照不同的花 然后呢 后面是富士山 你可以拍照的时候呢 拍到你本人 跟花 跟富士山的合影 就大石公园那边 我觉得大石公园 也算是另外一个定番 很多人去河口湖的话 通常都会去那边看看花 不过那边就是人多了一点啦 而且他就是很明确的 大石公园嘛 你可以买一个 那个叫什么 soft cream 买一个冰来吃 然后顺便看富士山 旁边还有一个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人去的稍微少一点点 然后路不是很好走 叫做长崎公园 那长崎公园的那一个位置呢 拍富士山 我觉得也是相当的好 而且你可以找到一些角度 比较不会受到 其他附近的树的影响 你可以直接拍到 富士山跟河口湖 尤其你如果清晨去到 长崎公园那附近的话呢 还蛮有机会可以拍到 逆富士的 所谓的逆富士的意思就是 有一个富士山倒过来 在湖里面 你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 三角形 底下有一个三角形 我觉得以河口湖 拍逆富士来讲很漂亮 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就会看到什么 金镜湖啊 山中湖 你多跑几个 你会发现 每个地方拍富士山的感觉 都不太一样啦 好 再来第三个地方呢 其实也算是在河口湖附近 但是有一点点难去 开车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如果人多的时候 其实上面那个车 也是会停到 你没地方停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没有开车 你要从底下爬上去 哇 那个一爬 大概就是一两个小时 跑不掉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 叫做河口浅间神社的摇拜所 那这个摇拜所呢 其实蛮新的 它应该算是在疫情前吧 还是疫情前 我有点忘了 19年20年的时候 才弄起来的一个天空的鸟居 它算是被IG网美拍出来的 一个有名的景点 我还记得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去都没什么人 哇 现在真的是大排长龙啊 有的时候你一排 就是排个一个小时 跑不掉 要去的话可以早点去啦 那如果说你在那边拍的话呢 因为它就是等于在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位置 放了一个鸟居 所以呢 一样的你可以你本人加上这一个鸟居 再加上后面的富士山 可以在那边合影拍照 那这个拍照当然就有很多种 很有创意的拍法 比方说你可以把富士山拍在鸟居里面 然后你也可以把鸟居拍在富士山的下面 然后你看你人要在哪里啦 很有趣的一个拍照景点 那当然在那边呢 有些人去会觉得 啊这边什么都没有 就是为了拍照而去的 说坦白话啦 还蛮多地方都是为了拍照而去的地方 但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耶 我蛮喜欢的原因 反而不见得是说真的为了拍照而去 可能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印象实在太好了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都没有人嘛 那时候在疫情之间 所以或许你如果一大早去 也可以碰到没有人的状态 你会有一种 在真的是摇摆的感觉耶 在一个山上很空旷的地方 然后远远的看着富士山 然后又有一个神社在那边 然后就会有一种说 好像这一个神社就是在拜富士山 有一种天上的神明降临的那种气氛 我个人觉得还蛮棒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到现在若朋友去 说要排队我就觉得说 没关系啊还是可以去一下 尽量挑早一点的时间去 第一个你要能拍到这种景象不容易啦 第二个我觉得 那种在山上的感觉真的是蛮好的 尤其夏天如果太热 你可能会有点不太舒服 那冬天 冬天一样啦 你冷就要多穿一点衣服嘛 但是真的蛮好的 只是说真的 你如果没有车的话 你没有租车去 你可能就要从底下 一路爬山爬上去 这一段路程 我自己感受 应该是一个多小时跑不掉了 那你下山还要再花一个多小时 所以你为了要去这个摇摆所 你那个要付出的心力真的是蛮多的 即便如此 我自己还是有点小推荐 大家如果去的话 也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说法啦 或许有些人的感觉是觉得说 啊 这么辛苦就为了拍那张照片值得吗 这个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我刚刚讲的这三个景点 都算是在河口湖的旁边 那另外两个景点呢 不算是在河口湖啦 在夏吉田那附近 富士吉田市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新昌山的浅尖闲色 那新昌山浅尖闲色呢 其实应该也算是一个 完美景点吧 它应该是之前啊 有人上去拍照之后 跟樱花啦 一起拍了富士山之后 就变成就串红嘛 所以后来呢 日本的观光局呢 也蛮常使用这张照片 当作是日本观光的照片 现在也是很多人 必去的一个景点哦 这边也是要稍微走一段路 尤其你如果从车站 走过去的话呢 其实有一段距离哦 大概应该要走个 20分钟左右吧 而且你要爬山哦 这个是真的要爬山哦 而且那个爬山 跟摇摆所的爬山不太一样 摇摆所 摇摆所那个也算是 真的在爬山嘛 但是摇摆所的爬山呢 好像更难爬哦 因为它不是一整排的阶梯 但是新苍山潜见神社 你是沿着一整排的阶梯 往上面走 所以走起来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哦 但在上面呢 如果你刚好枫叶去的话 在那个钟灵塔的 左边有一整片樱花 那很漂亮 但秋天的话 右边其实有一颗枫叶 所以你也可以拍到枫叶 跟钟灵塔 跟富士山 我自己反而最喜欢看 富士山的点啊 不是在钟灵塔旁边 而是你阶梯 爬到一半的时候 回头看 哇 那个感受真的非常不错 因为你可以看到 一整片的富士山 然后富士山的底下呢 是城市哦 你就有一种 哇 在富士山底下 生活的这些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这一个小小的感叹 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 我觉得在 很火湖附近哦 那边有一点点远啦 因为你要坐火车 还要再坐一站走 那当然开车的话 就在附近了哦 你去看富士山 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好 那你看完这个 潜尖神社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往 富士吉田市里面的 本丁通走 那个也是一个 最近非常非常有名 看富士山的地方 很多人都去那边拍张照 而且那张照片呢 你不管怎么拍 拍出来 好像都长得一模一样 你也很难拍出 不一样的感觉来 好像是这样子的心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个 本丁通那边的 那一个交叉口啊 真的就是一个直直的马路 然后那边有一点点斜过去 你可以在人行道上面 拍富士山 而且一整排的那一条路啊 旁边呢 都是以前很旧的老店 这些老店啊 因为已经真的算是 没有什么在营业 生意也不是很好啦 很少人去 只是说最近 因为那一个景点拍照 变成非常红之后 现在非常多人 都会去那边拍照 反而变得蛮热闹的 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潮的咖啡厅 你可以在那边喝咖啡 然后出来拍这个 富士山的照片 为什么这一个拍照景点 很特别 原因是因为哦 那一整排的老街啊 还有昭和时期的感觉 甚至那一个红绿灯的感觉 你都觉得好昭和哦 所以你会有一种说 我在这边到底是活在 令和的时代 还是活在昭和的时代呢 你拍起照来的 或者是你在那边走在路上 你就会觉得好像活在一个 40年前 昭和时代的日本 然后看着富士山 那个心情 我觉得实在是蛮好的 而且那边有 其实有很多的小街 现在那边 因为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去哦 所以也有很多的民宿 或者是青年旅馆在那边哦 所以 如果是在这种 看富士山的旺季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外国人 在那边 到了现在傍晚的时间 还有一些小酒吧哦 有一些小餐厅也会开着哦 我还蛮推荐大家去那边 除了看富士山之外 你也可以走一下富士集田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老街的感觉 然后跟富士山合照 那我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那边因为越来越多观光客 所以呢 都会有人在那边做交通管制哦 这个其实对当地的人来讲 是一个两难啦 为什么说两难呢 因为的确对于他们来讲 需要有一些人力去管制交通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促进他们的观光啦 让那边的商店街啊 可以稍微的再活跃起来一点点 很多人 为了要去拍那张照片哦 会故意走在马路正中央 想要跟富士山跟道路合照 又或者是随意的横跨马路 又或者是走到马路正中央往后照 我真的是拜托大家 不要做这件事情啦 因为真的 你去那边你就知道了哦 那个管制交通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事实上 真的就是有一个转角 你一定可以在人行道上面拍到这张照片 你绝对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既然你都能做到这件事情了 你就不要走到马路上了哦 这个呼吁啊 真的是再三呼吁 再四呼吁 还是要呼吁大家哦 非常好拍富士山的地方 而且呢 你其实在那附近有很多的巷弄 你拍富士山都非常的好看 但是请大家在那边看富士山的时候 千千万万的不要直接走到马路的正中央上面去拍照 尤其有一种照片 我觉得绝对是打妹啦 这真的是会有点困扰哦 有些人很喜欢就是横跨马路的时候拍 你本人跟富士山跟马路的照片 哦拜托真的不要 因为你知道你一走在那里 你后面那个车其实都开得蛮快的哦 所以很那个 在那边负责管制交通的人都会很紧张哦 就说赶快进来赶快进来 一直在那边吹哨子哦 真的是不要做这件事情哦 这个出去玩啊 安全最重要哦 然后在日本的话呢 尽量的还是维持一下日本的礼仪 不要给大家造成困扰了 好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看富士山 五个在河口湖附近哦 还有这个富士吉田这边 可以拍富士山的地方 下个礼拜五 我再来分享几个哦 就离开河口湖附近 你可以看富士山的好地方 好了 我们这集的日本大师就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不忘了下午信号 可以也追踪我的脸酸IG 我们 明天有没有周末不了日本呢 应该有吧 然后下周一见哦 拜拜